受到了就是陈水扁这八年的执政 还有包括李登辉从这个1994年开始改变开始 1994年到了2008年 这个14年的时间 所累积下来这种论述 马英九他没有一个本事去把它流转过来 而反而呢顺着这个思路 这一直在走 比如举个例子来讲 马英九也开始讲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大家当天这个主权独立 各位想说没什么不对啊 可是你要知道 这语言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含义 像我们一般的国际法 我们说中华民国是个主权国家 就够了 那主权独立 我下面要问你个问题 你独立于谁 你不会说你独立于美国之外吧 你也不会说我独立于日本之外吧 当你讲主权独立这个概念的时候 一定是独立于中国大陆之外 可是你国民党又认为说 我的主权是包括全中国的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我的主权包括全中国的 这就开始产生一个矛盾 你一方面说你的主权包括全中国 一方面又说主权独立于中国大陆之外 请问你到底想死 然后国民党为了媚俗就说 台湾的未来 2300人共同决定 那台湾的未来 2300人共同决定 跟台湾的前途 2300人决定 有没什么差别 我想大家看不出什么差别 所以说国民党 基本上呢 我用一个概念叫做 它是一种隐性的独台 各位 什么叫台独 什么叫独台 这是学术上的一个分类 跟各位参考一下 台独的概念就说 台湾是一个民主共和国 国号叫台湾共和国 那独台的概念就说 我国家是中华民国 但是这个中华民国呢 它的领土只有在台风经 这个中华民国 它已经进入到第二共和 The Second Republic 第二共和 它连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 已经是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叫它 以女性的独台呢 这是我们学术上讨论分析方便 因为马亦就讲不清楚 一方面它是一中宪法 一方面它说 中华民国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的未来 两千三百万共同决定 因为未来的前途 这其实是主权的问题 所以我又一个在形容国民党 就是B 就它因为它现在想出一个方法 它就回比 它就能闪就闪 能躲就躲 它讲法就是维持现状 各位 1992年是我一再维持现状 今年到了2014年 我还在维持现状 可是这个世界已经发生多大的变化 我想在座可能有学工程的 学科技的 学自然科学的 现状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维持 因为世界上每天都在动态 而且对于一个小的东西 你怎么去维持现状 其实美国还可以把现状给固定下来 那是它国家国力够大 你台湾这么小的 我刚刚讲 其实你在不断的适应的过程 小的是要不断适应一点 我刚刚讲 大国是制定规则 小国是适应规则 那你怎么去维持现状 你有什么本事去维持现状 所以这种维持现状的表述的方式 其实是隐孩子 你找不到位置解决方法 好 那我们看民进党 民进党我有一个字叫离 分离着离的概念 民进党也经过几次变化 民进党它第一次 原载就是正名自信 就是我要改这个国家名字 叫台湾共和国 我要制定一个新的宪法 很多人为了坐牢 像司令者认为他搞台土 坐了25年牢 可是我刚刚进去的 我刚刚一开始就报告 选举慎选的考量 一般的学者认为说 台湾哪有什么统独的争议 都是为了选举的考量 只要能够选 什么话都可以讲 最典型在1999年 2000年要大选 1999年民进党通过一个叫做 台湾前途决议委 到现在还有用 叫台湾前途决议委 台湾前途决议委是主张什么呢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国号 暂时叫做中华民国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我们把它做一个分类来讲 以前呢 是主张所谓的显性的台土 就是我就是在摆明我搞台土 就是激进台土 那现在变成隐性的台土 其实我慢慢搞 就像民进党这些人就说 像段一康 还有一些学生叫柔性台土 或者软性台土 因为他们的逻辑在于说 我只要时间够久 各位看到那个图像 那个我是台湾人的会继续往上攀升 我是中国人的已经到了5% 你迟到回到一到二 我根本已经ignore了 不重要 所以说时间越久 他们认为说 对我民进党越有利 你北京有种就打不过来 北京我只要嘴巴上不宣布独立 你就打不过来 所以民进党就变成说 以前说我要追求独立 现在说我已经独立了 我也认识施明德 是我好朋友 施明德 我开玩笑要问他 那你25年了 不是白做的吗 对 因为你做了老实时 你说我追求台湾独立 结果现在说台湾已经独立了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是你嘴巴上讲一讲就好了 好 如果我们从这个逻辑来看 大家是不是知道蔡英文 一定会走最后一旅路吗 民进党怎么去赢得 2019年的选举 我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大选 总统大选的时候 基本上是两大块 一大块呢 是所谓的两岸这一块 就是国家前途这一块 另外一块 是你治理的能力这一块 你像 陈雪冰的时候 做到第二任的时候 贪污对不对 治理这一块 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 然后两岸这一块 陈雪冰有这种激进的 冒进的这种做法 台湾也失去信心 当一个政府 你这两块都失去人心的时候 我们常常开玩笑 2008年随便找人选择 赢这个民进党的候选 因为你国民党都这么赖 那同样对你现在 马英九里面临 国民党面临同样的问题 你这个治理的人力 现在老百姓都不满意 你唯一的强的 就是两岸这一块 所以换言之 民进党只要在两岸政策 稍微做一些调整 你国民党就输了 或者说 如果你这一块做得更烂的话 他调整都不要调整 他就不要谈整 他就赢了 好 那我们就假设说 民进党调整 民进党会什么调整 我坦率跟大家讲 第一个 我认为民进党 不会在总统候选人诞生以前 做调整 因为他必须总统候选人出来以后 因为出来以前 还有党内初选 党内初选还必须考虑到激进台独的票 可是当他取得这个资格以后 我觉得他会做一个调整 从一个所谓的隐性的台独 转换成一个显性的独台 跟国民党做区格 国民党是隐性的独台 他是显性的独台 怎么讲呢 他会认为说 从台湾前途决议文 现在变成中华民国前途决议文 就说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了 但加个BOT 中华民国是第二步 中华民国领土在台湾进嘛 他会告诉你说 像谢长天你看 谢长天跟国民党比较说 我们可不可以来个宪法个表 我们可不可以来个宪法共识 你跟北京都可以一中个表 你跟北京都有九二共识了 我们国民党党来个宪法共识 宪法个表 那我民意党的宪法 跟你国民党有没有差别呢 民意党可以说 我没有差别 只有一个字 全部宪法 我跟你国民党 只有一个字的差别 差别哪一个字 你的国民党的宪法 是中华民国领土 依其固有疆域 我是中华民国领土 是现有疆域 只差这一个字 其他我们宪法完全一样 各位 你想想看 台湾的老百姓能够理解 他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吗 就像我今天参加美国之音 台湾的教授就说 中华民国的主权 现在本来就在台风筋吗 本来就在台风筋吗 你还说你包括全中国 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想一般老百姓都会这样讲 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 我自己也是政治学教授 各位知道 一个宪法 它就能分成两大块 任何一个国家宪法 它有一部分是谈整的治理 包括我们台湾的行政立法 司法考试监察 规范 这个所谓五院 跟人民的这些东西 另外的前面23条以前 它是比较一种 阴南面的东西 比如说 中华民国 是一个民有民智民想的 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大概到现在还没有做到 真正的民有民智民想 可是我的政治 是宣誓这个东西 包括说 人民应该有自由权 居住权 财产权 就是规范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就完成做得到 可这就是一个立宪的精神 包括说 所以我说 我们说中国领土 是一席固有僵密 这个东西 它也是一种 主权的一种宣誓 就是Sovity Claim 记得 Sovity Claim 就是说 我宣誓我的主权 包括全领土 包括全中国大陆 就像北京 他自立一个宪法 他也认为说 我的主权是包括台湾 他从来没有自立过台湾 可是他做这个宣誓 宣誓当然别不同意了 你打架 大家不讲话 你就宣誓了 所以说今天上 我们承认说 我们国家现在的 治理的领土 治理就是governance 只有在台湾 可是依照我们国家之间的宪法 我们的宣誓 是包括全中国 就变成说 我再跟大家讲 这个主权的概念 跟治权的概念 主权就有一种财产权的概念 治权是一个管理权的概念 各位记得 主权是一个财产权 就是我的主权 是包括这边 这属于我 但是管理的 我常举个例子 像故宫博物院的东西 故宫博物院的属权属于谁 属于台湾吗 属于大陆吗 其实都不是 是属于全中国人的 对不对 可是在台北的故宫 是不是台北来管辖 北京的故宫 对北京管辖 你管辖到 不能说 我看到那个 崔玉白虾 把摔破了 你如果真的摔的话 北京也可以抗议 就好像说 你没事帮我故宫 把他城墙给他推掉了 我台湾也可以抗议 因为那是我们的 主权的东西 你不能够 你只是管理权而已 好 这个概念先中期 主就知道 所以说民进党 他这个常常讲 就是说 是是而非的概念 中华民主权 明天在台风金马 可是你要知道 这种主权的宣誓 对于两岸关系 是多么的重要 当我宣誓 我主权包括你的时候 你也宣誓 主权包括我的时候 这表示我们大家 还不给一分加 假如我说 我的主权 是在台风金马的时候 那表示说 你已经要跟我分家了 所以关键又在于说 你台湾可以改 你如果真的认为说 主权 你民进党 对主权 只有在台风金马的话 那请你修县 你只要修一个字 把中华民民主 一起县与将云 再改这个字 我们就没话好讲 可他又不敢 所以我刚才讲 台湾的困境在于说 他一方面 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告诉老百姓 主权只有在台风金马 然后呢 我们跟大陆是一起关系 我们跟大陆一边一搏 但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宪法 请你改这一个字 从李登辉开始 到陈雪北开始 历经这么多的修宪 没有一个人敢改 因为他知道台的